大家好啊,这里是苏小卫运输 好久没有扯中南海下水道的消息了 乃自于中南海下水道的这个现场的报道 好久没有扯了,为什么呢? 因为土工中国就那点破事,由着它去吧 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才华 要关注到更加值得关注的那些伟大的事件上面 比如美国大选,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为川普总统下游 为川普总统祷告,你说是吧,土工中国他妈的随便让他去 但是呢,没想到的是这几天又出现了好几个有趣的新闻 都是与土工中国有关的,我觉得可以说的说的 然后赶紧我就跟这个中南海下水道打了个电话 发了个电子邮件,马上就得到了回复 有一个天大的事,绝对是有些人说是谣传,谣言 我再说一遍,在一个信息极其自由的社会 在一个或者说在一个信息极其封闭的社会 都是一样的,你要记住 谣言能够节省你的教育成本 你不相信谣言说明你被共产党洗脑了 因为你不相信,在中国你如果不相信谣言 那你就相信中央电视台咯,你相信人民日报咯 相信人民日报这个粮食磨产过万斤吧 相信这个习包子一夜之间解决了中国的所有的贫困人口吧 是吧,相信包子弟不喝茅台酒咯,相信他200公斤麦子 各奸商不还奸咯,是不是 那你不相信谣言,你不相信谣言 那你相信中央电视台啊 那你给你儿子买三句心肝吃呗 让你的小小宝贝变成个大头娃娃呗 这么大比我老的还大 你在美国也是一样的,你如果不相信谣言 你相信什么呢,你相信CNN 那相信纽约时报咯,相信主流媒体咯 相信主要牛邦媒体咯,是不是 主要牛邦媒体,你能相信吗 这个东西这个时代啊,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要有 但是我们这些人太蠢了 老觉得这个主流媒体具有权威性 你这种话说是能放屁似的 但是我们就上当是吧 你相信他你没得饭吃 我跟你说,全世界的媒体都不是好东西 都是他妈的带截子的,都是来洗脑的我跟你说 本来吧,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 我没有自媒体平台,我没有社交平台以后 这个信息彼此分享,然后让他自由流动 让他让他就是按照经济学的发现 哈耶克老师的发现就是 这个信息它是个自发秩序 就是它自己流动跟水一样的 你知道吧,所以你一盆水是吧 你把它往地上一泼一泼 一泼你会发生水,它根本不按照人的设计 它会自由的分开,自由的摊开 所以这时候任何一滴水都有可能带来你真实的消息 任何一滴水看上去它非主流 但是它说不定就是真的 所以谣言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你一定要学会 不是说让你相信谣言 你就看那个谣言以后 你因为你是个人 你脑子你装的是大佬 你装的不是屎,不是水 所以你这时候你应该要分析啊 你千万不要上啊 这谣言我不要听 那你就是纯粹的一个被人洗脑的一个250 那有什么意思呢 活在这个实验是吧 话也说多了啊 说今天带来一个什么好消息 不是好消息 带来一个什么大新闻呢 来自中南海下水大大新闻的 很多人都看到了啊 说这个中国有5万个这个战士啊 然后这5个战士呢 在这个美国最北边的啊 最东北边的啊 相当于美国的东北相当于美国相当于 位置大概跟中国的墨河啊 比墨河还靠北 跟加拿大接壤的那个州叫缅因州嘛 是吧 在那个边境线上 有一个有5万个中共的战士长期住在地库里面 在一个地下室里面 巨大的一个地下室 或者甚至地下的一个训练营 一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基地 在那里搞什么高寒的训练 完了以后随时就准备对美国本土 发动袭击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撤到加拿大啊 没有问题就直接就去跟美国人就干上了 5万个人了啊 结果被美国的两颗导弹 一瞬间就给它报销了 就所以呢 那个地库就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坟墓 然后这5万个人的瞬间就化成了灰啊 是不是 这是巨大的事情 有人说这个消息是假的吧 不可能吧 这么大的事情啊 是这么多人就是谁干的呀 是不是 怎么可能呢 那怎么又不可能呢 我跟你讲啊 你如果记忆力好点的话 你有很多个信息 你都可以佐证这个事情啊 首先我们看公开的信息真家伙 首先第一啊 这个加拿大的那个 又有那个谁 又那个古巴的那个卡斯特罗日出来的 那个啊 总小小小土豆啊 啊 这个家伙是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 在接受一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说啊 如果川普到了时候他不离开白宫 从我加拿大派部队过去 直接把他抓走 直接把他赶走 没说抓走是吧 直接把他 直接把他这个这个 赶走赶出去 这是这个小土豆说过的话 板上你你得去查 你可以用英文查 你可以甚至用中文都查得到 啊 绝对说过这样的话 把他把川普总统从这个白宫抓走 赶啊 抓走的不是小土豆说的话 是奥巴马说的话 奥巴马说 我要派那个海豹投机队 到时候把白宫把川普抓起来 哎 他们两个人都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小土豆说的话 你今天看起来非常有意思 你说加拿大 你跟美国 你你从来没有打过仗 是不是 从来没有打过 两个国家漫长的边界线 几百年以来 都是相干无事 从来两个国家没有任何的意义上的 所谓的有一点点的不多了 啊 根本就没有打过 是两个非常和平的国家 你作为一个加拿大最高领导人 你为什么说啊 川普总统如果不离开 你还派布的国家 把川普总统赶走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布的到底是谁 啊 你说你自己的加拿大的部队 你 你 你有经过议会同意吗 是不是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哎 我告诉你啊 啊 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可做 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告诉你 如果他派布的 的话 他一定是指这个 就在这个缅印州那个高寒地带啊 做做这个什么 训练的这帮中共的部队 绝对是这样子的啊 第二个意思 新闻也是板上丁丁 你也可以查也可以用问查 也可以用中文查 就是中共啊 跟加拿大之间 你别看他为这个孟晚舟的事情搞的乱七八糟 都是叫做民修战道是暗度成仓啊 真的双方就是演的一个局啊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加拿大跟中共小土豆跟习近平这边的关系 非同一般我跟你说 哎 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报道 说这个中共有很多个士兵 没说有五万个 有很多个士兵 在经过加拿大军方的同意 小土豆的同意 在加拿大那个地方进行军事的高寒地带的训练 叫高寒训练 你去查 绝对是真的啊 爆出来的 所以当一个孤立的情况出来的时候 你最多你说小土豆这个人怎么这么傻逼啊 怎么怎么跟习近平这帮土工的军队搞一块啊 他们以后 以后没有什么太多想法 但是一旦你发现 意识到在缅英州跟加拿大交接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五万个人的一个土工的部队 在地下室里面 你会突然发现 这不是个假消息啊 是个真消息啊 的确有的确之前也有人报道说 土工在这边搞高寒训练呢 你想想这个土工的军队他为什么要扎根在加拿大干嘛呢 要搞这个五万人干嘛呢 当然这个这个东西你第三个消息就是你知道的 当年苏联跟这个美国搞冷战的时候 苏联他不是在要跟美国要干一战吗 是不是 他的军队放哪里呢 是不是 那个时候加拿大 他是绝对是美国的铁杆的模样 他不可能加拿大让这个苏联的部队住在加拿大嘛 是吧 不可能住在缅英州啊 或者住在那边缅英州北边的加拿大嘛 他最后他去选择古巴嘛 所以古巴那个时候装满了这个什么 针对美国的这个小型核武器的核单头 中程导弹嘛 是不是啊 整个美国和苏联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最后这个戈尔巴乔户上来以后 就跟你跟他们就谈判嘛 最后就终于就达成了两个条约嘛 一个核武器的一个裁军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什么 中程导弹的一个双方打一个控制计划嘛 然后从而化解了这个什么巨大的一个危机 当时真的是整个地球上的核大战那一触即发呀 那那么苏联从在哪干呢 那么远就是是不是 他就是在古巴呀 我就告诉你 共产党啊 他要跟美国干 他必须要靠近 那很简单的 他学的是苏联 苏联在古巴 那是别人玩过的游戏 他要换一个思路 他就随于在美国的北边 当然说是说是在加拿大搞什么高含训练 其实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什么 在那边准备一支部队 随时准备对美国发动进攻 恐怖袭击 我告诉你 我说过无数次 今天这个世代有三大恐怖分子 第一大恐怖分子是奥巴马 我告诉你 绝对以上的恐怖分子 他是精神恐怖 军事恐怖一起 美国最大的敌人 第二大恐怖分子就是中共 我跟你说中共的时候 为了这个武汉病毒干扰美国大选 还有这个在加拿大北边 安插的中共的五万个士兵 我告诉你 绝对以上的是恐怖主义部队 我跟你说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蓬佩奥 今天在国务院连发了六个这个消息 把这个中共啊 作为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什么什么 不安全的因素 完了以后直接就是点中国 他没有点中国我跟你说 就是土工高的 就是个恐怖组织 这个世界上有好几个恐怖组织 我跟你说 我再说一遍 第一个恐怖组织 就是奥巴马这帮人 第二个恐怖组织就是谁啊 就是土工和伊朗 伊朗的这个国防部队 已经被美国界定为是恐怖组织 我告诉你 中共的这个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共的军队 也很快要被界定为是什么 一个恐怖组织 那我告诉你 第三个恐怖组织 这个世界上是什么 就是那些什么的ISIS 就是本达登这些人 他们都是小菜 小游戏小case 真正具有杀伤力的 我告诉你 第一是奥巴马 第二就是土工跟伊朗 部队 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告诉你 你一点都不那个 你不要以为是谣言 那第三个板上钉钉的消息 就是就上个月 还不到一个月 大概十来几天 这个包子迪在北京开会 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 一个月之内 不到一个月 到二十几天 我算了一下二十三天之内 连续三次说要准备打仗 你他妈打谁呢 你说是不是 你打得过谁呢 为什么要这么要打仗呢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的 你驻扎在美国最北边的 跟加拿大河沫 搞的这个是五万个这个什么 这个士兵被美国人一锅给你端了 化成灰了 所以你不服气啊 所以你知道接下来这个什么 美国人绝对要跟你算账的 你自己干的事情你不知道啊 所以你做好准备你要打仗啊 我打那个席包子他要喊打仗 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说啊 我的小命不保了 你们他们的全国全国人民 中国人结婚信 你们应该要准备打仗 你要保护我的这个这个啤酒肚 上保护我的这个200公斤麦子 不还钱的那个脑袋上面 那个猪脑袋啊 我不能死 我死的里面就完了 他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来自中南海下水带的消息 他就跟我就告诉我说 这个这个事情是绝对是真家伙 我跟你说 西腰子他之所以连续三次喊打仗 你不要以为他打台湾 他动不了台湾 台湾一打他死的很快 他也没有必要趟这个混水 他要和台湾干嘛 在这个时候是不是 国内经济一塌糊涂 你现在都没电了 跟跟澳跟澳大利亚打打官司 结果澳大利亚一过来拿一个杀手机 禁止啊 然后这个什么不进口你 不给你在这个什么铁矿时给你涨价 最后你其他的俄罗斯什么伊朗什么其他的国家 都把澳大利亚的这个铁矿是进口 然后再卖过中国 这帮家伙都赚肿了 这就跟过去的这个大豆一样的 是不是 跟过去的石油一样的 这帮宠户他去搞这个事情啊 所以最近呢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资源吗 就是发电用的工业用煤嘛 那个质量是最好的呀 是不是是过去这么多年啊 中国的那个所谓的电力也百分之九十九 我以前就说过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啊 用的是什么火电啊 因为每个城市旁边都有一个巨大的火电厂 其实你看得到的 你说石家庄 你说长沙 你说这个南昌 你去看上海这边都有那么大的火电厂 那个那个那个燃烧桶在那里 你看得见的 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给城市供电的 你以为很多人说中国的水电好水电这个东西啊 他根本就他没有没法用 而且你水电他那个电的运输距离太远了 火电厂是又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节约的 也是最有效的 大量的电都是火电 那火电厂主要烧煤了 那中国的煤又不好 都是进口澳洲的 所以现在又不要人家 人家跟铁房子涨价 你要跟澳大利亚打 完了以后你就不要人家的煤 现在据说有好几十只船 没船没船 在澳大利亚的船 停在那个东海方面也进不来 结果就整个中国的火电厂就不行了呀 百分之九是火电 百分之五到十 百分之五到八是水电 还有百分之二是核电 就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你不要听他们吹牛逼 他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你说他他怎么可能打台湾呢 他打不了 但是呢 他觉得自己的这么多士兵 我告诉你一下子美国一锅端 所以他要喊打仗 其实他不是要保护中国 他是保护习近平这个孙子 这个脑袋上的那个猪脑袋 你知道吗 因为他知道自己惹惹下大火 你以为美国人就把你这个五丸个人给断掉 这个事就罢手了吗 接下来我可以板上钉钉的告诉你啊 吐中国下面的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 很快就要定义为是一个恐怖组织 然后一定会要拿这个习近平脑袋上的那个猪脑袋 脖子上的那个猪脑袋 要问罪绝对的 你以为呢 除非这种情况 就川普真的就无法黏着 但是怎么可能呢 我告诉你啊 不可能啊 其实对川普啊 这个 其实对这个拜登 真正当总统最没有信心的 就是民主党人和这个共产党 就是中国共产党 习包子和民主党人 所以我们说了无数次的 这个这个哈瑞斯到今天为止 他还是参议员 怎么你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这是不符合规矩的 是不是 你都自己宣布自己 你是当选的副总 副总统 你还当参议员 也想干嘛呢 所以有人说 一个方面反映这个民主党没有信心的 担心的 第二方面是参议员现在处的一个焦灼状态 如果说这时候 啊 贺锦丽如果他辞掉了 他参议员就少了一票 那就更麻烦了 本来他们的参议员就是 就处在一个弱势啊 他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我告诉你 板上厅厅的 来自中南海下水道的消息啊 啊 共产党 而且我告诉你五万个人一瞬间已经过断发展会 而且啊 还有个更惊人的消息 这五万个人 据说早就是已经 都是十几岁的 不到二十岁的 全是十五六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而且各个都是什么 这个消息我就不知道的 反正他们呢 我从北京的这边 他们跟我说是真家伙 就是都是什么呢 都是克农士 克农使命 因为我们此前这个消息是真的吧 克农有些中国有有有有个什么科学家 然后找了一批志愿者 然后然后把自己的金子和卵子把它抽出来 然后也造一个克农战士 这个东西你要知道 他没有一个父母的牵挂 因为你没有 你孩子嘛这个东西嘛 你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或者是全世界上对自己的孩子 他非常有感情呢 他首先要食育怀胎是吧 首先是怀孕的时候 两个人很高兴 天天晚上吭吭吭吭吭吭 是加班加点的 然后哎呀怀孕他很高兴 你真是工作吗 是脑洞吗 是流血流汗吗 第二就是你食育怀胎 做妈妈的非常辛苦 然后看着孩子生下来 然后你大家很高兴是吧 完了以后还还半酒席 然后就一天一步一步的 一口茶一口饭一口水的 把这个孩子拿扯大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伟大的过程 做父亲的要流血流汗 养家户户 做母亲的要真的是一把口水 一把泪的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这个所以父母跟孩子之间 有一个伟大的一个生命的联系 他表现为不仅仅是一个血缘的传承 而是一个情感的集点 你知道吗 所以父母对孩子真的是有绘制不去的情感 但是如果说你是个克农士兵 你就是从我的身体里面抽了一点什么金子 从那个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抽了一点暖子 然后这个使馆里面 都在实验时间把孩子搞出 那我根本没养他 对吧 我根本没养他 这个跟我有什么感情的 说明你孩子生下来 你也没给我 直接就你共产党你把他送到一个集中云里面 你去把他抢 把他打造成一个机器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个据说这么多人的全是所谓的克农人 这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邪恶 我跟你说啊 共产党他就搞得出来 我此前跟大家讲过的 这个克农人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技术 一点都不复杂 国外的科学家 他基于一个人类的一个整体的人道的一个伦理 他不搞这些事情 因为这非常简单 就像这个在实验室要培养出一个武汉病毒 就是个岔入的技术嘛 法国的科学家就讲过 这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你真是稍微有点良知 不搞这些事情 只有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来 那么狗杂毛的这个科学家 才搞克农人 才搞这个武汉病毒的实验室的培养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啊 绝对是真家伙啊 这个消息我讲的太远了 太时间太长了 绝对是来自中南海 下水家的消息 妥妥实实实的 你最好是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你就傻了 共产党他就这么坏 另外一个很好玩的 也算是一个 啊虽然不是来自中南海的消息 但是我们可以做个对比 就来自于这个谁啊 这个CNN的消息 CNN你看前天 昨天昨天这个一个出境记者 啊在这个现场报道的时候 说我们的当选总统啊 我们的当选总统 江沟总统是谁啊 那叫拜登嘛 结果他没说叫拜登 我们的当选总统啊 奥巴马 哎呦 结果他说完了以后他自己已经说错了 想改过来来不及的 是不是 哎呦 因为他是现场直播嘛 是不是 所以全美国人都看到了 不是全美国 很多人都看到了 因为他收拾率很低嘛 原来你搞了半天 哎呃 你你的当选总统 根本就不是这个 这个 叫拜登 而是奥巴马 这就是你一句话 你不经意之前 系露你的天机呗 系露你的巨大的秘密呗 就是奥巴 叫叫拜登 他是一个一个引子 一个傀儡呗呗 这背后的大佬是奥巴马 在暗中这个指挥呗 叫拜登只是一个墨偶呗 牵线墨偶呗 是不是 这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念这个哈瑞斯也是个墨偶 我告诉你啊 哈瑞斯 那个女人他不可能干得过奥巴马 奥巴马不弄死他才怪了 绝对都听奥巴马的 所以这就是撒谎的人 你经常会不经意之间 自己说出那谎言 啊说出那真相 我们也有个这样事情 你有你撒谎吧 我撒谎吧 我就经常撒谎 然后有时候这个这个谎言 我撒了很久 也许撒了一年了 也许撒了两年了 也许撒了几个月了 突然有天我跟别人说话 突然我自己把这个谎言给撤穿了 撤穿了是不是 有这种事情吧 这是我是经常搞这种事情 因为我臭不了脸嘛 因为我人性败坏嘛 因为我离开的谎言 不能生活不能说话嘛 是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大家都看见了 就是这个现在左媒CN的 纽约时报啊 哎呦那帮左媒新闻 天天在那里巴 叫拜登的家族腐败 然后最不要脸的 他们还觉得这个 对对拜登的这些 家族腐败的这个新闻呢 是背后是谁啊 是这个川普总统在操作的 川普总统窃死了 说你们这些think news 这些假新闻 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完了这句话 说你们又在诬陷我 又又在把这个 一袍狗屎又栽在我头上 我告诉你这些人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你们自己要把这个 叫拜登要把它 要沉积把它干下去 要把他位置让给Harris 然后让奥巴马在背后的操控政府 让他当第三届总统 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川普这个人很好的 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我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看到拜登家族的腐败的消息 我真的非常难过 感到很悲伤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你看他他经常说句话 川普家族 那拜登也是拜登家族啊 他们俩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呀 看着看着自己的家族 遭遇如此大的丑闻 他作为一个人 他会有一种怜悯的心态 他觉得你叫拜登 你都快八十岁的人了 你干嘛要趟这张浑水呢 人家把你当枪使 人家把你当墨偶 然后那完蛋以后 你还在那里崩打 你根本就就就就就不是一个 你根本就是一个棋子 就是一个牺牲品 你都这么的年纪你何必呢 所以他感到为他感到非常悲哀 非常的悲伤 我告诉你川普这个人 就是心特别好的人 我说到这句话 我就知道 他过去我们听到他那些帮别人 比如说排一个私人飞机 把一个西海岸的人 一个生病的孩子 直接运到这个华盛顿过来 然后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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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一个司机在中途给他换了一个轮胎 然后他把他家里的贷款都给他都还了 这都是真实的消息 川普这个人就是心里特别柔软的一个人 真的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我们圣基督徒这就是行公义 真的是好怜悯 真的这两个东西都是在他身上完美的体现 谢谢大家